主播回合室 好 來到主播回合室的時間 今次要和大家講講 原來我們這個節目已經到了第三季的最後一集 下個星期就是第四季 今次這個集數 我們就有點突出框框 以前我們通常請一個嘉賓上來 今天我們就打馬上 一男一女一個好戰 還要是很合時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星期奧運結束了 大家都很miss東奧 很miss我們的港隊 很希望每天都看著奧運項目 但當然不行 要結束 李善婷 我想問一下你 你看奧運應該這兩個星期也有追看 有啊 那你從哪個頻道為主 我真的認真 最喜歡看的就是開電視 因為我覺得今次的評述 真的做得很好 真心的 不是黑色 不是黑色 是真心的 因為沒有我們的嘉賓 那個口罩那麼黑色 今天他也帶了開電視 港隊加油的那個口罩上來 沒錯 我們今天請來的兩位嘉賓 一個好字 就是開電視和我們一起直擊著 奧運的那個狀況 以及怎樣跟港隊加油的兩位主持人 都已經其中一位老一點的 老資格一點的 那個就是待會再說多一點點 他在今次的奧運直播節目中 擔當的角色 張智豪多謝你 歡迎 另外是Christy 卓麗欣 亦都是我們新信的體育主持 美女長腿 當然不是看外表的 我們是看實力的 因為今次開電視已經展示了一個實力 原來報奧運、報體育都可以很專業 所以就很多謝你們兩個再上來 跟我們延續這個冬奧的熱潮 因為這個星期基本上整天 在不同的電視和TV 都不斷看著 新聞就說 體育運動的發展 精英運動員怎樣去繼續栽培他們 或者普及運動 在香港怎樣可以繼續下去 你們有沒有一些想法 或者做完上個星期 有沒有都很miss這件事 當然miss 但是你要繼續 因為其實冬奧 原來冬奧還有東京奧運 還有東京奧運 殘奧 接下來還有這個 是否你都會繼續主持 這裏跟我們開電視的東京奧運 可能有少少差別 因為當然 它的層次數沒有那麼大 但我們都要做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殘奧都很清楚 因為一向香港隊 在殘奧很好的成績 這件事大家都不會miss 不過當然 在人手上 當然沒有我們之前籌備 那麼大型 不過今年是有些很特別的情況 因為以前我們見到 如果奧運舉行的時候 通常都是某些電視台 就壟斷了比較多的直播 或者他買那個項目 才能播放的 但今年 就是 那些安排是否不同的 因為 政府買了所有的channels 因為都是一個歷史的新意義 因為今年 大家知道 就是政府去買入 其實 我們去籌辦這次奧運 說的是只有一個半月時間 當然我收到很多消息 很多邊風 就說 那個台會做的 那個台會獨家的 那個台會獨家的 中間情況有什麼資訊 其實 因為我從96年開始接觸做奧運 96年亞特蘭大奧運開始 其實每一間電視台 其實在年半前 已經知道他要做 那下面的同事 所有人都在籌備 一年半的時間 那今年就真的很特別 以前很多時間籌備 很多年半 現在只有兩個多月 我們真正在籌備 去找人 找主持 五月中 對 五月才開始籌備 很後很多主持人才知道 原來我要幫忙 我要做 其實是一直在籌備 因為真的 我們找了很多人回來 對 我真的看到 很難忘的音樂 就是何思培的所有教練 前教練 坐著 混雜 一起為何思培打氣 那一幕真的很經典 很難說 不過首先 可不可以問一下豪仔 就是 究竟你今次在開電視 很久沒有叫我豪仔 很開心 你繼續說 雖然剛才我叫你 是資深的 但我都 說回我們以前 怎麼叫你 我們以前 阿時經常都叫你豪仔 那豪仔 其實在開電視的奧運直播節目裡面 擔當的角色是什麼呢 還有今次好像李善廷所說 很好口碑 開電視 經常都被觀眾說 我覺得今次的專業評審 和專業的水平很高 令到觀眾提升了 對體育 或是對於東奧項目的一些認知 那其實你是怎樣去鋪墊 這個奧運的定位 這個定位應該是 在剛才我Cristill說 我們兩個月都不夠去部署 那公司有一天 終於知道了 或是知道做奧運 那很刑重地打給我和我的夥伴 你們要來我們公司開一開會 我們怎樣去籌備奧運 那一向是公司開會 因為我們去了另一道 就不方便說了 那就開一個會議 然後問我們 你們想怎樣去做 你們怎樣去籌辦這次 我們開電視的角色 你的角色是不是類似一個監製的角色 其實又不是監製 因為現在電視台的趨勢 都很流行把一些節目 或者一個台去外判出去 那我的夥伴 就本身在友善做了很多年 那我都是近幾年 就過去 自從我們那間電視台沒有再做 那我就過來幫忙做體育主持 那做到差不多 就突然有一天 就公司說 咦?你們有沒有興趣營運的體育台 是嗎? 那這樣就開始做 敲來做 是的 那應該是說三年多前左右 那跟著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關心 咦?我們要營運的體育台 奧運是大事來的 那一路都想 有什麼可以做的 沒什麼做 那一個多月 奧運 因為大家知道 一搞奧運 或者世界盃 全球的體壇會讓路的 就不會搞任何賽事出來 就等大家 focus在看奧運 那我們就在想 如果沒有奧運做 那我們做什麼 那都在那裡惆怨著 之餘 為什麼突然說有奧運做 那大家的心情很興奮 那當時的 世界很緊張 老闆們就問了 你們的film是做什麼 那我和阿基仔 就是同出自那間電視台 在讀完書的時候 就知道那間電視台 就搞很多綜合性節目很厲害的 那他們一定會找很多藝員 找很多猛人上來 那些都是藝人的 那些不夠人玩 別人玩 那樣 我們都沒有那麼多藝員 其實也有些意見回饋 就是覺得 好像藝人始終都對於公共奧運的項目 或者運動的本質 不是太理解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在觀賞的時候 都只有好像觀眾那樣 嘻嘻嘻 學彩 那些 不夠深入 因為現在的觀眾 基本上跟以前真的不同 每間公司的想法 我們真的不能去想 或者不要理會別人 但我們會想他們會這樣玩 旁邊的另一個台 嘻嘻嘻 厲害 就是盡力去找一些專業的運動員 還有我和阿基仔就會想一件事 我們想銷售一個傳承 傳承是什麼呢 學生是我們的對象 小朋友是我們的對象 第二件事 就是想推一些 因為我們都會老的了 我們去搞也好 或者我們做主持也好 我們終日一日都要退下來 那我們覺得應該要找到那些年輕人 運動員呢 我們要找一些現役 或者退役 剛剛下來 還是很貼地 在一個圈裏 觀眾還認得 當然啦 你看到 為什麼現在外面的 其中一個聲勢 就是你剛才說的 何思培那天 我們也有老經驗的 孔Sir 孔Sir就是 我們前香港的游泳 運動員 和教練 當然現在來了那個圈 但他有很大的地位 在一個圈裏面 那天怎麼會搞到 我自己覺得是歷史性 那天 有十個教練 真的是歷史性 真的 還有 還要坐飽廠之餘 我們接通了澳洲 兩個地方不同的教練 就是教何思培小時候 已經移民走了 都找回他們出來 那個場面 很厲害 我借做了這麼多年 人很多 你放二十人去都可以 放二十個藝人去都可以 但有沒有意思 對 你有個意思在裡面 因為那些教練 由他三四歲 可以教教到他二十歲 他接手 放到大學 由那些教練都在那裡 說回他如何生路歷程 高山低谷 我覺得那一刻就真的 不要經常外界說 我們贏什麼贏什麼 其實我們不是跟別人鬥 我們盡量做好自己 加起來 加上就是說 我們一班台前幕後 我們的監製也好 我們的記者也好 其實很多都是運動員出身 我的監製是 以前香港足球代表你 你也是運動員 對 所以變成整件事 大家會在那個運動員 在那個運動員的立場 去想出來 就不是想其他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是開心的 在這個時段 我就想問Christy 因為剛才豪仔 也有提過你 就說大家一起去商議 東奧的定位 東奧奧運 開電視的節目定位 就是想要走專業的路線 也是有一個 身火相傳的使命 你是後輩 你也很熱愛體育 我知道你 等一下我會說些 為什麼你會入行 但是你自己在過程中 有沒有加入自己的意見 或者他們受不受 其實意見一定有給 因為我一直都是做體技 也有訪問過很多不同的運動員 所以我們整個團隊 找嘉賓評述的團隊 都會問我們 有沒有之前訪問什麼運動員 覺得他很適合做評述 或者他的經驗 是觀眾會覺得OK 所以也有給不少的 一個列列 但是未必他們最後都有找的 但是又不少 我都會見到之前 訪問的運動員 也很親切 那種感覺 有哪個運動員 是你推薦的 最後什麼都看到他上來 阿壹 顏冠欣 說見不見 好像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始終他以前 真的打花劍 所以好像小倫 是他以前的隊友 那種感覺很親切 剛才說過何思培 那一幕 經典的一幕 就是他充銀牌 那個 充金牌 但最後只有銀牌 就是請來很多個 曾經教過何思培的前教練 就是混雜 只是坐爆廠 是嗎 大勞 還要跟海外的教練一起 即是接通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麼短時間裡 為什麼可以找到 這麼多個前教練 是混雜的呢 用多少的時間呢 是不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還是怎樣呢 其實去到那段時間 因為知道何思培 入到決賽 200米自由泳的決賽 我們在前一晚 就跟我們的專業評述 去探討 可以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其實很坦白的 現在過了奧運 我可以夠膽講 其實一直 我們都在邀請 何思培的爸爸媽媽 上來做節目 我們想打這個親情牌 因為體現了自己的女兒 在現場比賽 心情我猜應該是很興奮 又很開心 但是說真的 大家知道 何思培的媽媽是香港人 爸爸是愛爾蘭人 即是他們兩個都很低調很低調 但是他們就建議 其實我們是三個女兒出來 但是栽培的女兒是一班教練 他就建議孔Sir就是孔志超 孔志超幫了我們很多年 他看著我大 孔Sir在游泳界 是很出色的一個教練 他去了這個圈 他就一直幫我們 他就說 不如我們之前那晚想一想 叫了教練出來 我說叫了 我叫了 我想問一下 我打籃球 我叫了一兩個 我啟蒙 或者打甲組 在香港隊的教練 但是何思培原來是有很多個 應該十幾個 誰知道孔Sir就談完之後 逐點說他去吹雞 我們第二天 因為我是回早間 我五點鐘說要起床 我六點前回到公司 開會 化妝 設定 就準備來八點鐘做直播 我們六點幾鐘開會的時候 我身後面突然 嘩 做什麼事 一班人喝 你的教練都過了大大隻隻 怎麼衝進來我們的直播中心 原來孔Sir 原來有這麼多教練來 那時候我很震撼 那個震撼不敢來 那時候在廠裡有多少個教練 其實如果看節目的朋友 觀眾心水清 其實我們直擊奧運 上午在一個廠裡 那個廠最多是五個 但是因應那天 那天 就是因為那個廠 坐了十個人 那變成我要出外面的 那個Christy 平時晚上他們下午做的廠 比較大的廠 就搬出去 我亦都想借這個機會 多謝其實主持 嘉賓 我們的團隊裡的人 其實我們經常講 一些攝製隊 或者廠警班同事 他即時又應變 你想想 不是放十張椅子 你要設定咪 你要設定咪 大家要聽 要講 所有那段時間 還要是很短時間 所以那班同事功勞 因為那天早上九點多 就開了 你看到他們的時候 大概早上七點 七點會來 隔離Standby化妝 設定咪 兩個小時內 就要化其職 其實整件事十多個小時 就部署 因為口巧反應 我突然好像回到新聞部做事 做特發 亦都有台前幕後的人 一起幫忙 其實沒有台前幕後班同事 叫爆所有的教練 吹雞 就是這樣 但知不知道同一時間 這班教練 正是出席在開電視 是 因為這段時間 只有那段時間 可能之後 你可以去別處 但那一刻 那些教練 全部一起看 那知不知道 為何他們會這麼勇約 除了孔Sir去吹雞之外 會不會他們都會感受 你們那個定位 其實大家知道有線體育台 是全香港第一個 全日24小時的體育台 比很多台最早 還有他們一向有個專業的精神 我都是韜剛的 我這幾年過去幫忙 但其實這二十幾年 他們的功勞 前朝也好 前人也好 他們建立了一個基礎 我覺得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去找一些專業的評述 其實他們會走兩樣東西 你的台是在做什麼 你以往做什麼 你以往做一些專業的 他會看你的成績 因為運動員很坦白 他不會來跟他玩 他不跟你說是 他來他會選擇 你們是做專業的 我沒有問題 你來跟他玩 sorry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不如待會回來 我們就問你 怎樣艱難找這些專業評審 好嗎 一些難忘的 或者有些可能閃為人知的 幕後的東西 有些人的花絮 待會我們稍微時間 點完這首歌之後 我們休息完之後 回來再問你們 好嗎